大家好,我是王医生,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养生视频 肝虽然被称为人体内的将军之官,但不同于其他内脏,它没有痛觉神经 这也导致很多肝病患者发现时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但肝病也不是无迹可循的,脸上的四种异常表现往往就是在提醒你要注意养肝了 一,脸上长斑,许多人脸上爱长斑也是由于肝脏受损引起的 因为体内的血液循环不顺畅,所以色素沉淀很容易留在皮肤上 最后脸上慢慢就会长出斑点 二,黑眼圈,肝脏不好的人通常都有黑眼圈 这是因为当肝病发生时,肝脏不能为人体存储大量的血液 还会造成肝气瘀节,气血不畅,从而导致气血不足 眼圈或硬糖处会发黑发污 三,口臭 肝脏不好的人通常会有顽固性口臭 尤其是肝火旺盛的人,这主要是因为当肝功能下降时 体内多余的毒素无法排除体外 肝脏无法帮助肠胃分解多余的食物,导致口臭的出现 而且这种口臭通常很难通过清洁口腔刷牙等方式除去 四,眼睛干涩发红 眼睛与肝脏是相互照应的 一旦眼睛出现发红发肝的表现 这表现你的肝在受损 《黄帝内经》中早有记载,肝气过目,肝和始目变五色 如果肝血不足,眼睛就容易出现视力模糊 叶芒症,眼睛干燥,视力下降等现象 日常想养肝,老宗医有个小妙方 多喝养肝茶,牢记养肝六君子 李施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 菊花,菊明子,金烟花,牛蒡根,枸杞,桂花等植物泡水后 对于我们肝脏的养护非常有效果 金烟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 菊花,清干明目,去干火,润肠排毒 枸杞温补干肾,清干明目,绝明子入肝精 清干降火,养护肝 桂花,铜变润肠,止咳化痰 牛蒡根可以排毒通变 将这六种食材按比例制成茶包 方便一场饮用,开水冲泡,喝上一杯 蔬干礼器,清活解毒,减轻肝脏负担 肝脏健康了,人也更长寿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 记得要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